据韩国军方消息人士1号透露 韩朝在2019年将会继续加快落实 版门店宣言军事领域旅行协议 及919军事协议 目前双方正在商讨游客在院内 自由出入共同警卫区的有关事宜 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消除敌对关系和战争危险 是韩朝落实军事协议的最终目标 双方将在2019年继续积极落实协议 早日启动军事共同委员会 进一步增进互信 该消息人士称 此前在2018年 韩朝就版门店共同警备区 韩朝哨兵联合执勤守则达成基本一致 目前正与有关各方进行协商 如能达成最终协议 最快将在院内实现共同警备区自由往来 此前韩朝已完成共同警备区内试点哨所 兵力和武器的撤除和验证工作 并就调整现有和新增监视设备问题达成一致 韩朝将分别在共同警备区对方一侧 各建一处新哨所 板门店共同警备区 韩朝哨兵联合执勤守则 用于规定哨所常驻民事警察的工作标准 韩国国防部方面表示 韩朝今年还将就撤除非军事区内 所有哨所问题进行协商 此前在2018年12月12号 韩朝双方已经完成对非军事区内互撤11个警备哨所的相互检验工作 2018年9月19号 韩朝领导人平壤会晤期间 韩朝军方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旅行协议 及919军事协议 作为9月平壤共同宣言的附属协议 依照协议 韩朝双方将积极采取实质性措施 消除朝鲜半岛战争威胁 终结包括非武装地带区域在内的军事敌对关系 把朝鲜半岛建设成永久的和平地带